好,我現在單位設的是mm 那我想我們這個小小的這個燈 直徑應該是還 可能才三四公分而已 好,那我們先 我們直接在grash open上面畫 你也可以在rhyno上面畫 其實這都可以了 我分開兩個方法來做 第一個,我可以先在rhyno上面畫 我們把grid snap打開 它就會幫我們鎖定 我想一開始我們可以從圓點開始畫 那我先設定四公分的半徑好了 好,那我畫了這個圓,對不對 我現在要把它reference到grash open裡面來 我可以先選它 然後grash open的param 這裡curved component放進來之後 按右鍵 然後set one curve 那從此以後他們 我們雙方就建立起一個連結 我們打開一個告示牌來看一下 它告訴我們說這是一個referenced circular curve grash open裡面所有的線 直線還是什麼線都叫做curve 那它這裡特別用circular 因為它是一個圓 reference就是它是參照了rhyno裡面的一個圓 所建立起來的一個連結 所以你要知道你這樣子畫的 這樣的圓 如果離開了這個rhyno的drawing 它就找不到資料了 OK 所以你如果是用這樣來建立這個線條的話 你下次打開這個grash open 你一定要連帶的跟著這個rhyno的檔案一起打開 因為你如果不這樣做 它就找不到它的reference OK 好 但是你如果希望他們 只是把這個圓的資料送進來 然後你希望它從此以後要跟它脫離關係 好 我上次有給各位做過 就是你弄internalize data internalize就是把外來的資料呢 收到你自己內部來 所以這個事就叫做internalize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 這個告示牌這邊 那個reference那個字就不見了 所以呢 從此以後它們之間就斷絕關係 好 雖然你現在選它 你還是會看得到 可是你要知道 你現在把這個rhyno的線殺掉以後 怎麼樣 它還是存在 如果我們用剛才那個方法的話 我現在再做一次 我這裡 這個component 我再set one curve set到這裡來 OK 所以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已經被我internalize 一個是 它這個連結還是referenced 我如果把這個圓殺掉 會發生什麼事 這個component就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它原先referenced的這個圓 在rhyno裡面已經消失了 所以它就找不到 它這邊就是nual nual就是什麼都沒有的意思 那這個圓 那這個圓呢 剛才已經被我internalized 所以它是存在grasshopper裡面 OK 好這是有沒有不了解的 你們都不講話 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應該要 講快一點 還是有些地方要講詳細一點 還是我可以 OK 沒有人 沒有人不了解 OK 好 那 假設這是我們內圈的圓 那我們要再畫一個外圈的圓 可以怎麼辦 我們就利用這個圓當作基礎 好 我們到curve 這個項目裡面去找 有沒有適當的 其實你們可以 我先把那個打開 bifocal 這樣你們就會知道這個component叫做什麼 我們把curve打開 這個項目打開以後 上次有說明過的 上面這些工具箱大致上上什麼分類的 analysis就是我們要做一些分類 division 要做一些分割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用到對不對 primitive 就是它跟curve相關的一些基本造型 sprime 一般我們會把它叫做自由曲線 可是這個翻譯是很不好的翻譯 因為sprime其實是用方程式去描述的 一個曲線 utility 就是我們要對這些曲線來做一些動作 所以你們看這個icon 這個icon是不是最像 它叫做offset 我想你們學會圖 應該有碰到offset這個指令吧 offset 你們如果用中文軟體 它會叫做什麼 平移 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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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但是我還是希望你們要認識這些英文字 所以我們就連進來 ok 所以它已經自動做了一個offset 那它的距離就是d 它的預設就是1 p呢 plane 你是在哪一個平面上進行offset ok 我們如果在平面自圖這個都不會是問題 因為一定是xyplane 可是如果這是在三度空間的時候 有時候你就要留意了 當你發現你的offset 不是你預期的時候 有的時候問題可能會出在這個plane上面 這個c corner ok 你 offset 你把一個封閉的曲線 好 或不一定是封閉 你把它offset出去 offset進來 你如果 它那個角是有feeling的話 它feeling的半徑是不是 會不一樣 offset進來之後 它feeling的半徑也會變小 ok 所以呢 有一些時候我們需要去設定 這個角度 應該怎麼樣處理 不過我們現在這個不用管它 這時候我們是不是可以用一個slider來控制它 假設我們今天希望它offset出去的話 是20好了 我們就直接mouse點兩下 然後你就打20 它就會給你一個slider 那它預設應該是從0到100 好 所以呢 外面這一圈 它的offset的距離就會20 那我們可以去調整 好 那我們現在怎麼樣在這兩個圓 我們給它做一些等分點 剛才curve這邊是不是有一個division對不對 你看這個icon它就很像 它叫做divide curve 我們curve這邊的division 我們curve這邊拉進來之後 它有一個預設值這個n就是你要區隔成多少個 呃 那麼n應該是段落 所以它區隔成預設值10個段落 我們用一個slider來控制它 好 我講我們最少總要三個點吧 然後你再打兩個period 兩個句號 然後我們如果我們預設值是6 然後最多比如說我們到24 好 那我們就有一個這樣的一個slider 然後我們來控制這個n 好 那你裡面這一圈區隔成6份 外面這圈是不是也一樣區隔成6份 所以我就把這個copy過來 然後這條線放進來 所以裡面有6個點外面有6個點對不對 好 我們先不要擔心這個點的位置 等一下我們會來 有辦法來調整這些點的位置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要讓這些點交錯 把它排列出來 這個p呢 上面這個division它產生了 應該是6個點 好 因為它是封閉的 所以它分成6段的話 它就需要6個點 這邊呢 也一樣 是6個點 但是我們希望把這12個點交錯放在一起 那怎麼樣來處理 處理多樣的物件 這是集合嘛 所以在這個set裡面 我們可以找到這些component 可以來幫助我們處理交錯的物件 list這些都叫做list 按照順序排列的這種集合呢 都叫做list 一般數學上的集合是沒有所謂的順序 但是我們在這個電腦的運算裡面 它所有的資料是會有按照一個順序來排列 Wave Wave就是織布的意思 我們在編織就是叫做weave 好 那這個要怎麼樣用 第一個pattern 你要怎麼樣去把兩個list的資料交織在一起 然後呢 它的預設值是01 0代表從這裡進來的資料 1代表從這裡進來的資料 所以我們就把內圈的圓的點送到這個0這裡 外圈的圓送到1這裡 然後呢 這個pattern就是說呢 我先從0的這個list取一個點 然後再從1這個list取一個點 然後一直重複下去 所以就01 0101 一直到所有的點都被取完為止 所以呢 它所輸出來的結果 我們再用一個告示牌 它有12個點 我們如果仔細看一下 第一個點 是從內圈來的 對不對 第二個點呢 就從外圈來的 第三個點呢 又從內圈來的 第四個點又從外圈來的 就一內一外 一內一外 交錯起來 那我們這樣子是不是很快就把這些點統統排列完成了 OK 那我們再把這些線都連起來 連這些線呢 有一些方法 我們先用 polyline polyline 大家最熟悉了 我們把它連起來 OK 有沒有看到什麼問題 蛤 太尖了 等一下我們再來處理 因為我們用polyline 它一定是太尖了 最後是不是漏掉一段 為什麼會漏掉一段 因為它12個點對不對 12個點 0一直到11 最後是不是要再接回來 OK 那當然有幾個方法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0 再把它放到最後一個點去 但是你注意到 polyline這裡 下面還有一個參數 叫什麼closed 目前的預設值是false 也就是 它的預設狀態 這個polyline 它不是封閉的線 我們是不是只要宣告 那你把我把它封閉起來就好了 我們一般在繪圖 你畫polyline 比如說我們用這個polyline 你畫一畫 你是不是可以選closed 那它就closed起來 你不用再回去點第一個點 所以這個其實是同樣的意思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false 改成true就好了 有一些方法 我可以直接在這裡改 set Boolean true 但是從程式的觀點來講 我會建議大家麻煩一點 你點兩下 然後打一個雙引號 然後打true 然後按enter 然後再送進來 為什麼這樣做 這樣做讓你看到你的程式 或者是別人看到你的程式很清楚 因為你送了一個 因為你送了一個 跟它的預設值不一樣的直進去 OK 你如果用我剛剛那個方法 你還是一樣可以做到這個目的 但是呢 你自己看你這個程式 你不曉得這個c 已經被從預設的false 就是改成true OK 所以養成這個習慣 我認為長期來講是有幫助的 雖然你可能覺得太囉嗦了 OK 那我們現在看不清楚 我們可以試著把這個造型做出來 我們用一個boundary surface 這個是從service過來 它就會把它填滿 所以這就很清楚了 OK 我們 那剛剛有同學說太尖了怎麼辦 好 我們要用另外一種線條 我們到curve 回到curve裡面來 這裡 Sprime 有沒有注意到 事實上polyline也被它 歸在Sprime裡面 好 我們用另外一種叫做Nurve Curve 好 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icon 它的四個控制點 跟這條線並沒有重疊 OK 它控制點是在 外面有時候會在裡面 其實它是會控制這個線 但是 這個線並不會經過這些控制點 好 我們把它送進來看 我們會得到什麼 OK 這個p這裡還是一樣 要把它 把它改成true OK 是不是變平滑了 然後呢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它有一個d d呢 degree 平滑的程度 OK 我們一樣 可以用一個slider來控制它 這個平滑的程度 你只能用整數 好 我們 從1開始 然後點點 我們預設值也設它是1 好了 然後再點點 嗯 其實應該到5就差不多了 OK 我們先來看 它的預設值的平滑度是3 OK 3我們得到這個 可是我們如果給它1 會得到什麼 1得到的跟我們剛剛用polyline 是不是一模一樣 OK 所以呢 polyline其實就是平滑度唯一的Nurbs Curve Nurbs Curve以後有機會我們再解釋 它是一個數學上的一個名詞 其實它是用多項式來定義曲線 多項式大家知道嗎 多項式可以有不同的次方數 一次方的多項式叫做linear 叫做線性的多項式 所以一次方 你用一次方的多項式畫出來的線怎麼樣 都是直線 所以就跟polyline一樣 當你變成二次方的時候呢 它就變成二次曲線 高中我們是也學過 所謂的圓錐曲線 你用一個圓錐 然後用一刀把它砍下去 看你砍的方向 有時候會得到圓 有時候得到橢圓 有時候得到拋物線 有時候得到雙曲線 那這幾類其實就是二次曲線 但是二次曲線呢 它還是在數學定義上不夠平滑 各位如果還記得微積分的話 你二次曲線經過一次微分 我們第二次微分之後 它是不是就不連續了 所以呢 從高層次上面來講 它還是不夠圓滑 你如果要更圓滑的話呢 你要三次的曲線 OK 我們也看得出來它越來越圓滑 但其實它是有數學上的定義的 數學上的定義就是 你不只是線條曲率要連續 而且你曲率的增加或減少的速度 也要連續 那你如果要求更高的平滑度 你可以再往上調 當然可以更高啦 那這個就是五度的平滑 那譬如說我們如果覺得二度的平滑就可以了 那這就是我們要的 好到這裡為止有沒有問題 嗯 有沒有問題 都可以跟得上齁 我要確定你們今天都可以把這個作業做出來 OK 可以齁 好 我們再來做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有沒有這些點 我們目前還不知道怎麼控制它對不對 好 那我要給你們一個概念 數學上圓它是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 可是在電腦圖學裡面 任何一條線不管你是直的還是彎的 不管你是封閉還是開放的 你一定要有起點跟終點 只不過當它是封閉的曲線的時候怎麼樣 起點跟終點是在同一個位置 所以呢 我們就把這一條線開始 我們來看看它的起點跟終點在哪裡 Curve裡面 Analysis這裡有一個Endpoint 它就會幫我們顯示出來 好 你一選有沒有發現這個綠色的 所以它起點跟終點都是在這裡 我們可不可以改它 OK 一個封閉的曲線 就好像你用一個鐵絲你去彎一個圓 你是不是最後你會有一個起點跟終點 接在一起的那個地方 接在一起那個叫做什麼 中文我們可以說它是一個接縫對不對 英文叫做seam OK 我們可以去改這個seam的位置 所以我們到curve utility這邊 有一個seam seam 你把這個線連接過來 我們就可以說我原先 因為這個也不是我們畫的 這個是Ryno幫我們畫的 那Ryno幫我們畫的時候 它就自己就幫我們決定這個seam要放在這裡 是它可以在這個圓的任意地方 好 那我們現在要做幾何運算的時候 這個seam會影響到我們的操作 像現在它就影響到了 所以我們需要能夠控制它 這個T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T 各位高中數學有學到那個 那叫做什麼 線的那個參數是表示法 有沒有 用一個T參數 它還記不記得 一條線我們是不是又可以用一個 多項色來表示 比如說Y 等於X 那 這個畫出來是不是一條 我沒有畫準 45度的線 因為你X是多少 Y就一定是多少 OK 那我們要改成參數式的表示法 你會說什麼 X等於T Y也等於T 對不對 如果我們希望 這個斜率是斜一點 那我們就在前面加一個 係數 Y等於2T X每增加1 Y就增加了2 這個對我們學進度的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你們設計一個斜坡的時候 是不是要 一比幾 一比幾 的斜坡 你要設計一個殘障坡道 那個比例不能超過多少 1比12 1比12 所以這就是斜率 所以前面的這個數字就是你的斜率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用這個 參數式的表示法來理解 直線是這樣子 曲線也一樣 曲線的話 這邊可能T就不會是只有一次方 可能會是兩次方三次方 什麼次方都可以 總之我們用T的數字就可以決定 我們目前這個點 是落於這條直線的哪一個位置 OK 所以呢 這個T呢 就可以 我們只要增加或減少這個T 就可以讓我們沿著裡面的這個圓 而順著它被定義的時候的方向而移動 OK 可是這時候大家要有一個概念 這個T的大小 我們需要去設定它 OK 那有一個動作叫做正規化 英文叫做normalization 可是我不曉得為什麼 Grath Hopper 取了另外一個名字叫做parameterization curve這裡 OK 我先假定我們是用0到1的範圍 所以我們先弄一個slider 因為它的預設就是0到1 所以我不用打起點跟蹤 我就直接打0.50 OK 大家要打50 這樣的話 你在拉動它的時候 它才會有到小數點以下兩位 你如果打0.5的話 它會跳 0.5 0.4 0.3 但是它不會出現0.55 這種 比較需要更精確的數字 好 我們打0.50 我來看 它幫我們找到 哪一個點 我們還是要去看它的 起點跟終點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再把這個end point拿出來 大家比較一下 你覺得是一樣嗎 它差了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設到0.5了 所以你再增加以後有沒有注意到這個點 慢慢再前進 OK 所以你會發現呢 我們把t從0變成1的時候呢 它就移動了這麼一點點 可是我們的問題是 那我們t到底要多大才夠 答案是不知道 OK 這個跟Grashofer當初怎麼樣建這條線有關係 好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很好的做法 不過沒辦法 Grashofer當初他們就是這樣弄 好 但是我們可以要求它把這條線正規化 Normalization 不管你這條線多長啦 我要的t的範圍就是0到1 好 但是這時候你必須要做一個宣告 你在curve這邊按右鍵 然後Grashofer把它叫做reparameterize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名詞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把它叫做normalize 正規化 好 當你這樣做之後 你發現這個點呢 我們可以繞一整圈了 OK 而且它的起點就是0 然後逆時針 它的終點也是在這裡 0就是它的起點 1就是它的終點 因為它是封閉了 所以它會在同一點 好 那我們就用這條已經改變過的圓 我們再來讓它做分割 我們當初用這個圓直接讓它做分割 它會以這個為基準點來分割嘛 對不對 我們改變了它的sim之後 我們再來給它做分割 有沒有看到 那我現在是不是可以調整它了 當我調整過頭的話 它會交叉 好 可是 其實大家如果用3DLN 你可以試試看 這個造型其實也可以印 我不曉得你用的那個Slicer Slicer就是把這個造型 轉換成3DLN的那個路徑的那個程式 會怎麼處理 好 但是其實照理講 你 你讓那個3DLN的那個噴頭 直接就按照這個路徑來走 應該 我認為應該是可以的 印的 會不會因為有一些它去撞到或什麼 而印的不漂亮 這我不知道 但是其實是可以的 OK 然後呢 我們這裡是不是可以調整這個Count 我們可以變多或變少 對不對 然後調整這個SIM的位置 然後我們還可以調整什麼 調整 平滑度當然可以調整 然後調整 Offset 對不對 我可以讓它推多一點 我也可以讓它進來一點 OK 我在這裡告一個段落 我要你們確定